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前屠杀作者格特曼在国际记者会上,直指台北市长柯文哲为骗子,拉尔,引发轩然大波,柯文哲在今天按铃申告妨碍名誉。 实质接近年底选举,台北监督连线质疑格特曼蓄意引发不实舆论,影响柯文哲选情,今遭由台北监督连线成员中校医院副院长洪世奇,律师徐立信为代表,控告格特曼,蝴蝶蓝文创负责人吴祥辉违反选罢法。 综合媒体报道,一是洪世奇表示,叶克摩是用来救人,而非器官移植,柯文哲到中国是教他们使用叶克摩,没有教他们活摘器官,器官移植用到叶克摩跟柯文哲一点关系都没有,格特曼将两件事混为一谈,逻辑很有问题。 律师徐立信质疑,吴祥辉召格特曼来台说这种话,表面上为新书记者会,背后目的是意图使柯文哲落选,明显违反选罢法,这样胡乱栽赃心派刻意,为此台北监督连线六名台北市议员参选人,联合控告吴祥辉及格特曼。